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有馬二 無牌 機花先生 今集就是之前有人投訴過 狗為了的星優系列 有人說說了其他都不說,一個先嘛 即是叫做什麼? 遇三家為什麼不說啊 田村好像沒說,下次又確定了 不要說,我們今次說的是水樹最內 是不是信年紀說的? 不是啊 誰是信年紀 如果是水樹一定是最後的 因為上次我們講了些工 但其實水樹票數太近了 既然是這樣就 遇三家不是都去 那是挖桿來的 因為復光猶儀第一次講,已經介紹了就不用了 今次我們講的就是水樹內內 其實我估計有很多人比我更加熟 因為基本上水樹內人 信眾者眾 信眾是非常之多 在星優來講 香港有後援會 其實很多星優都有後援會 香港也有一個,很厲害 大和小 但是如果你說以水樹而言的話 我想知名度是海外又好,國內又好都非常之高 當然啦,如果你說你說它高的原因 我想也不用多說就是在歌唱方面的成就 而也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本身是作為星優 但是它在歌唱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這個是比較特殊一點的 因為始終同類的星優其實不多 基本上它破紀錄都很多 在歌唱方面 這個我們也要厚述 講到水樹內內 應該這個也有很多人知道 其實一開始水樹內沒有打算做這個星優 他做演歌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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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是打算做歌手 但是那時候就 還要演歌 叫做雄起 也應該說 那時候還沒有速碟 那時候純粹是這個京琳公司 就說不如建議你去做星優 那時候就接受了 之後就開始星優的生活了 基本上其實一開始它配的動畫遊戲 就不是說它很多 一開始就作是98年一隻PS1的遊戲 我查過TL的那隻PS1的遊戲 還非常厲害 有卡士 有這個應掌子 凡宗的阿公 岩嵐應子 等等 我覺得壓力是非常之大 因為那時候就算是第一次配 配一隻PC的遊戲 但是我想 這個98年遊戲 我想玩過的人 就應該頗為少 至少我沒有 那類應該是美術類類遊戲 應該是2000年 但已經去做 98年 我還特意上過那個遊戲的官網去看看 因為為什麼我不說 我只是說那個遊戲 因為那個名字我不會讀 那個是不知什麼語言 但是 什麼語言 我上那個官網 就是98年的風格 白底 加上幾隻自己的圖 那個感覺 這個其實也不太容易 只是說一說 在場 показыв的時候 他是在線改變的時候 然後先配遊戲 之後 focuses 然後那ど 之後一直到 你說那個 10年 其實配的角色 影片 gone 深刻的也不少 又比較出名 妹妹公主 真的ait 就是有些國家 我認為非常高夫 說到妹妹兩個字 是多高夫 那個是叫數置 對 那個是說用 樹洞 不知道是誰 樹洞 裡面住了一隻不知道什麼 樹洞裡面都 住了一隻樹懶 洞裡面有個懶 不知道是什麼 樹也不知道是什麼 放一些白色的進去 除了Aria之外 還有一些再出面的龍魔豹少女的飛突 火影的初田 近代的話 他也有配一些愛情香港作品 Valbum Valbum 我作劇之文 有啊 日文是什麼 日文是什麼 我真的不記得 台版太出名了 你不要說那麼多中譯台譯 台版再看漫畫版再看動畫版 最有趣是我作劇之文的台灣版 那套電視劇去日本的時候 找回水樹洞去配女主角 平春大褲 然後動畫版的時候 又找回水樹洞去配女主角 日本的冠性一定是這樣的 這個也算是正常的 基本上這些角色 是比較為人熟悉的 那 最對於知道 你說水樹配音而言 其實我想這件事是比較大爭議 我想這應該是大家 很容易見的地方 它是配音員 不是會配音 不是 應該這樣說 我自己的個人 應該這樣說 其實 它配音就不是去到差的 我真的不會說它是差的 純粹就是你只可以說它是平淡 它不會給你一些很大的爆點 例如一些 特別一些感情起伏很大的角色 或者一些氣氛 它是配不到的 說真的 它有一個很有名的角色是菲特 魔法少女內頁 其實我覺得它配得不太好 說真的 你要說回一個分野 就是 無印的分野和G 是 不過 這個先說回來 還沒說完 是 無印的時候 Ace也好些 因為他還是很無口 Ace已經開始不同了 Ace已經開發了 上了百合床 不是一傢伙睡了 所以就 會有話說 當時可以閉嘴了 不不不 無印那時候 它作為一個無口 你看到它經常說來 不是什麼 Acasin 或者什麼 我要保世之種 那些東西 都是那幾句 一句是那兩句子 沒什麼特別的 無口性質很明顯的 它沒有一個明顯的表情 或者是一個表現出來的 它只需要壓低一把聲 細小聲說 用原本那把聲可以 但是你說去到AS了 被Nanoja了 變了夫妻 去到SF 又出了女兒 領養了 生不到我兩件 沒辦法 搞之又生不到 那他們開始會有多些 你說感情對白 甚至VVO要照顧女兒 更加多話說 不要理會是爸爸還是媽媽 但是都晚了 然後你說 甚至去到什麼 那些什麼 你SS的人要打這個博士 那些壞掉樣子 他都是那把聲音 差不多 罪名的就是SF 他打博士 至少有激動 但是他激動不起來 打瓣球 打瓣球也激動不起來 應該說他有喊 不過喊得來起 去 即是沒有力 你不覺得是正義的那種 不是啊 我幾年前看司機 看過配音 然後不知幾日 再沒多久之前 黑執事的時候 又聽回配音 一樣的 沒有分別的 在南加深專門 東馬的角色 其實算是水樹裡面 叫做一個感情起伏 比較大的角色 他是屬於一個 但是其實你看到就是 是水樹的角色 可能 那就起伏大了 所以這樣就 他也看到其實 他的聲音 其實在起伏上 那個感情 是 我覺得出不了 其實很多次都會 都是Fat tone 他靠他自己 本身的聲音 那種妹 去做回那些角色 你統一一點說 應該是少女 其實 特拉妹 又關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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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槍妹 走火 他某程度而言 他都是一湯走天崖的人 他都是 東馬的聲音 其實有些不同 其實我這樣想 東馬的聲音 你其實都聽到的 你聽到的 是水樹 是 但是有些不同 你這麼說 他始終歌唱 歌唱很少說 是需要變聲的 所以既然他唱歌唱那麼多 其實他的聲線 變化比較少 是正常 就是習慣了 你去說 當然 歌唱這件事情 我先撇開 因為現在我們先講 先講聲音的部分 如果正如有馬爾所方 其實是對的 這件事情 就是說 他本身配得來 除了說感情起伏 不是很大 之外 其實他的層面 都比較窄一點 就是說 你說普通一些少女 其實可以配到 你說非特 都配過大中小角 先不要量 你那個感情起伏 那些東西 但至少他叫做 配到這些角色 但通常 一般來說 一去到一些 動畫式的感情起伏 我用這個字去形容 因為動畫式 和實際的真人劇 是不同的 動畫式的感情起伏 他很明顯 有時候是有些 表達不到出來 是不夠好 特別是你說 好像阿姆所說 魔魔法少女 其實打到場面去到這麼多 要射得 嘻嘻嘻嘻嘻 演出來的 威國感就會比較大 而且另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本身 水樹參與的作品 通常 跟他合作那班的 什麼聲優 會顯現到 落差會更加大 這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 那沒辦法 你這樣說 水樹現在參與的作品 基本上都是大作 不是大作 起碼不會小作 應該說他 不是攬接營 那種的聲優 他也是 他都不需要攬接營 他感覺很聰明 其實他就算配開那些角色 都不需要那些很大的感情起伏 那些東西 不多 或者是冷靜 對 冷靜 其他都說得對 就是他後期配一些角色 就是比較感情起伏少一些 其實 雖然你是說 感情起伏大的角色 是比較難配 但其實他反而 好像配我穿的斯敏女主角 其實我覺得他配得不錯 應該說他配比較正常 對 就是好像少女 正常 是正常 有沒有仔細我一些 那你現在又有文番 文番 笑番 你叫文番 很少他 即是他怎麼配文番 不是 他以前是文番出身的 但是你要知道 出身 但是 那些 每公子的聲音 你也算吧 你見到他的聲音 簡直是 他出身是文番 但他沒有其中 近期的文番 好像只有這個 十字架 你也不知道算不算文番 他不知所謂 他不知所謂 第二季又不是很差的 但如果你說 說回現在來說 其實我覺得 你說要配一些普通型的少女 其實你說配一些愛情作品 我覺得反而配得不錯 即是在那些 不用說去到很大感情起伏的位置 其實他又做得很厲害 即是這件事 我不知道看外國創劇 那些新聞看過的就怎麼看 至少我那時候補完後 我覺得其實OK 即是在我想像以上的表現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其實 會不會是因為 這套作品的特色 是寫實向 他然後 沒有了 一般的聲優那種 比較演技 那種誇張的手法 令你覺得 那個親切感 是貼近現實了 所以你覺得OK 先 我自己這樣覺得 因為你老實說 即使吸血鬼 吸血鬼就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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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我作劇之文 對 即使我作劇之文 其實我又不覺得很寫實向 即我所說寫實向的可能就是說 Wise Album 會不會是呢 甚至是配一些陽劇 即是配一些ER那些人 即是有的 有些聲優例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反應樹凹在那裡 我先說吧 版本真靈 版本真靈 其實它是配陽畫多些 又是露啤 對 真的差 即是配一些 例如你配一些ER人生文術 日本版的配音多些 這些叫做真實向配音比較多 所以其實你說版本真靈 面對的問題是一樣的 它配一些動畫作品的時候 有時表達的感情都不足夠 我還記得當時 這裏只有小時候大 我還記得當時看這個 捉刀少女還是捉劍少女的時候 反本真靈哭那一段 是呆了 呆了 呆了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其實水水面對的問題都類似 但是他就 你應該說 但我配吹替的 他沒有 所以就變成兩樣都不精 你這樣說 我只能說不精 但是由於他不需要說 配的角色不用去到很大的起伏 其實反而感情表達上不錯 回應5M的問題是 為什麼說不錯呢 其中的原因是 你老實說 水水唱那麼多歌 你唱歌都會有感情 都會說他 但是唱歌你不需要打架 那樣在喊 對的嘛 所以變相 其實感情表達不是不行 但是變相 你不會去到一些很誇張的表達 方式不同 以聲優 我們對聲優的蠢質來說 他未必做到我們所謂演技加上聲音的表達 可以和角色去融合就好 但是如果單純就這樣一把聲去表達 老實說 我覺得有聽過Drama CD的人 其實對水水的把聲的違和感是不大 其實在這方面 如果沒有畫面的話 其實違和感不大 很多時候都是 我會這樣覺得 其實 如果回到近期的一個角色 我會覺得是Write Album裡面的利萊 其實那種角色 可能是最適合他配的那種 那種 是比較內斂一點 有些冷靜型 但是有少少女王架勢 那種 他不需要很大的感情衣服 但是語調可能有少少變化就可以了 只需要 但那種對他來說是適合的 那種配得好 那一套其實都寫實響一點 有時候動畫如果很誇張 那些他就不會怎麼配 都比較少 所以我自己個人而言 都是說我維持完 我維持原判 其實我不能夠說水水配得差 我不會用差這些字 但是問題是說你整個星優界的水準不斷提高的同時 變相就變了好像比下去就好像在差一點點 再加上其實你都知道現在的星優 要是你聲音很殺吃 就算你說丁弓 其實他都不是剩下這把聲的 但是他其他聲音已經很殺吃 那又或者可能你說有其他一些聲優 雖然雖然雖然這樣 他都可以配到好很多聲音的 那音效也很高 即不外乎可能星優界都在兩種星優 那如果你說你兩種技能都說 不是說很突出的話 變相就好像真的在差一點點 那當然啦 其實也都要說中肯一點說水水 我們都說明是這個歌手聲優 而你說那個問題就是 其實現在動畫裡面的狀況就是 很多時候就是配音者就要包著歌 那這方面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老實說就是 我們好像說近這幾年 你看到很多新方式 我們很多時候都說評論一些OPED裡面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都經常說他是一個聲優 他不是一個歌手 這個問題就是 但是在水水的身上 就是如果他找到一個合適 他的角色其實 好像Whatever那樣 問題不大 其實這些東西 就是OP爆了 沒有問題的 這些東西 有什麼所謂 而且你認到就是 更加顯得出 就是Whatever更加 不管是歌手 就是角色前面還是歌手 那就是更加 那就是100% 那就是更加 那就是更加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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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歌完全沒問題 有那個本身角色 他本身角色所描述的歌力 他都做得回 那就是 那就是 少少一個總結 就是在星優的部分 那裏少少一個總結 就是 我個人的感覺 其實是差一點的 不是說 技巧上有些問題 是說整個業界 比下去 就真的差一點 不過其實你看到 水樹現在接著 都好像 樹林間所說的 就不是遠接 某程度上 其實有時候 就是大作才會見他 你說什麼 2gear 你說起一個大作 還有一個大作 還有什麼大作 Window 7 這個我們最後才說 就是 你怎麼想那麼前 Wintern 這件事 真的很偉大的 好賤 最後才說 如果你說 遊戲也好 Game 動畫也好 其實現在 配來他都是一些大作 比較多 就是很少說 他們是小品作 什麼文作 還有說真的 他配角色也少了 他配角色那方面 因為始終他都是 在歌手那方面 不過其實他接作 又不是說少很多 我計上來 你說比普通一些 現在 一些熱門一些的星優 可能六至七成左右 但其實都不少 OK 我們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留下一節 再分析其他 和歌手方面的東西 下次回來 好 歡迎回來 第二節的 動漫無雙 我們繼續 CV系列的水樹來來編 這次當然是講歌手部分 即是想講到聲優 其實歌手部分 我想 又是一堆紀錄 因為太大堆 老實說 我只是紮略少少說 最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 出碟多 即22單曲 八首專輯 還有得出的 我們不知道他出幾代了 另外還有一些東西 例如說 在舞蹈館方面 他是第二位星優 上了舞蹈館 已經上了兩次 2006年 現在星優好像是有五個上了 舞蹈館 有五個開過過場 有骨剛 版本真靈版 有一個順序 嶼三家都上齊了 版本真靈 還有以前 舊一代的 Dreaming 就是Sphere 會上舞蹈館 Dreaming 就是第一個 而水雪 已經是第二位 另外 其實這個比較新 近年 就是2009年的紅白 這個就是第一個星優 其實之前都沒有見過 那今年有沒有 其實 今年 傳說會有 傳說水雪 又是Sphere 又是Sphere 會上紅白 不知道今次用什麼曲 上次他用心愛 因為始終心愛上次是上了第一位 上一部 因為心愛這首歌是第一首水雪的單曲 上這首歌第一位 但其實那時候都是說日間 如果你說說到週間 週間第一位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Fandom Mize 那個好厲害 連續share都是第一位 當然是那周都是第一位 其實這兩首曲 心愛你都很清楚 不知道是2009年還是2009年 其實看到水樹就算你唱歌的方面 其實都不是說一朝一夕就做得到 如果你看光信榜的排名 其實是慢慢爬上來的 光信榜即是Oricon 有些人聽不懂的字 所以看到其實不是說一炮而紅 沒有這件事他只是慢慢努力 當然在聲優界來說他早就有名 還有另一方面來說 大家有留意 近年Oricon 如果是水樹出生 星稿也好 Album也好 要拿頭三位或者頭五位 基本上是基本 頭三位其實都不算特別爛 但其實他紅了 在出版本那麼久 22張 8個Album 其實他上到 拿過多少次的名詞 但是他都要一直這麼久的經營 才可以是上年才第一次的紅白 其實都會見到 其實不是一個容易的事 其實看到他唱歌方面 他可能未必是進步 但只會突破自己 應該這麼說 其實水樹一直在灌著自己的目標 因為他一直都是說他想做一個歌手 他聲優只不過是他其中一個 協差 一個台階 一個台階 令到他可以有 另一個方式去實現他的夢想 你可以說 不過你有這麼說 有些人就把水樹和平野靈比較 因為平野靈是完全把聲優 是代了台階的 踏完就輸不了 其實水樹是很建議立業的 即使你說他現在歌手的事業 當然不是如有中天 起碼叫做有成仙 但其實他都沒有拋棄升優這份事業 即是他都是有 做到升優應該做的事 可能你說進步其實不是很大 但也沒有辦法 你要知道他的速度 至少沒有job 至少沒有job 他的本身是沒有job 而且他也有保持那個水準 其實我覺得 這件事我想是重要的 即是建議會爭議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精神的問題 而且老實說 始終就是你說 他歌手 即是你說作曲作詞那方面 他自己要磨練 其實我感覺就是 ACG界其實會給他多些機會 去嘗試做很多不同的嘗試 其實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 這麼需要 百花齊放的年代 而且你都說 歌曲方面也都越來越多人重視的話 其實是給他很多機會水準的 其實他會 我會覺得 ACG 其實本身ACG方面 你可以玩到的曲風 是多於J-pop那裡 因為很多時候曲風 都會跟作品的性質 OP的節奏 OP的節奏 當然跟性質有關係 其實很多東西會掛勾到 當然內容裡面會有插曲 例如你說White Album 可能是愛情一點的東西 難度很下的 很快高速的 很流行曲式的 有些類型的 所以他會有不同的風格 會在裡面 可以磨練到很多歌 當然啦 你說如果說音樂 我舉個例子 這個我昨天才知道的 這個唐滿江 原來是水樹的高中同學 唐滿江這個人非常出名 原因是因為他幾乎出新電 都在工上第一名 這些就是叫做高手 你出了第一名 有時候如果你說 你作為一個聲優 或者你在動畫界裡唱歌 唱OP 其實很難去到這麼高的排名 就算你說一些 他不是聲優 他只是唱歌 其實他說 去到實名之內 已經很厲害了 就算你說 說回 K-On 比較近期的 成日 他都好像很少拿第一 他通常拿到的 都是第三 或是第二 是 第一是很少的 好像OPEG那些 那些 OPEG那些 好像拿到第一 好像拿到第三 一、二的時候才能做到 看回那個時候 那一周有沒有競爭 對 都要看位置 剛剛好 有什麼歌出了 其實如果比較起來 你說水樹 十年以來唱歌 努力 其實出來的成果 是見到 他自己的努力 還有最終 成果是兌現的 這件事我自己比較欣賞 其實我對水樹 其實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對水樹 Fans 不是Fans類的 但我真的挺欣賞 他在努力那方面的付出 至於你說 其實唱歌的各方面 因為唱歌其實不用變聲的 不是聲優 現在不是配音 所以其實 要夠氣 唱歌 只是說 都是保持那樣東西 他都是一百聲 但就說 他比其他聲優 一定優勝 就是一件事夠氣 因為有很多時候 聲優也是 特別是那些女聲優 唱歌都尤其無力 男聲優就早發音 變相 其實水樹 其實那兩樣都沒問題 是啊 當然啦 這個是一個 我會說這個是一個 出碟上面的情況 其實他Live 也有點漏漏 也有點漏漏 他跟專業歌手 會有一點距離 但是 整體來說 如果作為一個 歌手和聲優 其實他的表現 基本上 現代來說 這一代來說 應該是最頂級的 一個 還有他嘗試很多曲風 好像說到 以前 魔法少爐內頁 那些比較 J-pop 到 心愛 那一種 可能是 有樹琴 那種 到最新的一支 應該是 Impact Exciter 五樣那裡有一首 我印象很深刻 一個是最大的歌 有一首有搖昏曲風 那一種 那一種 那一種曲 他還是唱得到 那一種 實力上是有所表現到 有進步 另外一件事 我過往就比較常聽水樹的 多些 現在就相對少了 其實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說對比 早期少少 可能是未算大王大子 可能是 Nanoha 無印 附近的年代 04 或者06 之前 他的曲風 其實 不會太過分 集中於一些很激昂 或者很要運用他的中氣 扯大聲 不要說扯大聲 就是扯氣 這種風格 即是他會有一些慢 或者跳脫一點的歌 似乎一個聲優歌 多些 但現在其實 我覺得他所唱的大部分 都會是 變成很 歌手向 歌手向 很邪 我覺得個人來說 變成一個 風格來說 雖然你可能說 穿著我 搖滾我 或者流行曲 但其實他所唱的方式 基本上是一致的 他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其實我個人認為 其實這件事 我就不算太喜歡 不可能那種歌 被你主打歌 例如一陣子 一陣子 都會有你所說的 那些慢歌 或者是 比較平淡的那種歌 又或者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 如果風格的問題 定了位 又不是一定不好 你說一個歌手 可以唱到很多風格 其實很少 這些真的是天才 很難的 特別是 其實歌手 有很多時候 你不是配音 你受聲線探製 你不可能說 假音都可以唱到 兩個八度 或者三個八度 這個是很高難度的 如果你可以做到這一點 你明明就是天才 所以你說 反而 當然啦 我覺得認同的 如果你說兩種比較起來 你當然可以唱到多種風格 那就更加好 但是 如果你說做不到 我又覺得 這個不是一個減分 我自己就不會說 特別減分 當然 做到一個加分 而且我也同意 一件事 唱歌 其實都比較多主題 就是《心愛》這首歌 還有你以前 可能有些激昂一些 可能你說 《魔法少女》那些歌 其實是完全不同風格的兩種 但是它本身 在感情表達方面 其實都做出來了 當然有另一件事 可能都相關的 就是因為它現在又不是配音 就可以用回真聲 所以你表達那個感情出來 都可以表達得更加好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 無可否認 就是說它本身 唱這些歌的時候 基本上 其實它這麼多的碟之中 我聽過這麼多首歌 其實又沒有說 哪一首特別為禍 就是 基本上都 就算可能不是太合適 也都不會說 它出出很大問題 嗯 所以你說整體來說 給我的感覺 其實歌來說 是絕對沒問題的 特別是可能 其實我想現在的水樹 有些不同了 一個性質 就是以前可能它吸的客源 大部分都是一些 可能是看動畫人 但是現在基本上 都不是的了 就是它算是一個歌手 一些可能我都不看動畫 我也不知道什麼動畫 不知道什麼聲優 但是其實可能都會買少數碟 都不奇怪 所以你說的銷量有所提升 其實都是有這個原因 這兩樣東西 擴展它的層面 其實這個 正常的 其實作為一個歌手 就是它作為一個歌手 它沒有人 主打動畫的市場 主打動畫的市場 其實這個市場都有限 其實這個市場 都說的 其實都是 而且很難 你水樹 很難說 令到這件事情 很難令到一些人中毒 K.On 就是要令一些人中毒 那些人就賣 但是 洗腦 歌手 不可能洗腦 這些是 你說是功力 或者是我聽 開 我覺得這個歌手是可以的 他的歌 而你慢慢 養成一個習慣 其實你當其他一些職業歌手 其實有很多人買 買去就說 相信你這個歌手有這個 其中一個原因 然後就是說 我聽開我喜歡你聽 好像剛才講的一個問題 就是 你唱開這類型的歌 就是說 我聽開這類型的歌 我喜歡這類型的風格 我會繼續買下去 你好像突然出現新的風格 我會覺得有趣 當然你可以就不行 不行就另一回事 這件事我覺得 但其實我覺得是這一種 其實我覺得是 反而我就說 有一件事我是比較擔心一點 因為他 水樹本身的曲風 其實大部分 主流的曲風 都是比較相似的 其實有時候 你說聽他的歌 有時候會覺得有點悶 悶 就是我會 這就是我講的問題 對 我沒有說 有一段時間特別密集 要出Single 就是出 一堆魔法師去內業 08年那一排 08年那一排 08年07年那時候 即是那時候出劇場版 再出Game的時候 即是Phantomize 和那一堆歌 那時候 那時候 你以為聽到Bass 去到高峰 我不會否認那些 好不好聽 那時候 其實是 它有些 太密 其實你也看到有一些 太密 真的不行 太密那時候 例如你看到Fantomize 和Bible 全部都是台一準 距離的曲風 你會覺得很悶 而且我覺得 曲那邊其實 我覺得有時 其實他沒有很認真 對那套 動畫 好像一個歌手說 做一首曲出來 純粹 反而你見到 其實最明顯的是 魔法少女那一期 你要見到 曲其實 跟之前的 配合度是差很遠的 其實會 但是 你說當然 以那個論歌來說 其實未必有這麼大問題 其實 但是你配合畫面 可能你會感覺到 不過我又這樣想 這個可能運作問題 就是說 究竟誰是唱那首歌的時候 他知不知道那套動畫 會說什麼 因為如果他只是 他唯一出了一支碟 但是這支碟 又被那套動畫 選擇來做歌 那這個是兩回事 他就選歌 那個問題 我覺得其實他真的 以歌手身份出了一首歌 之後 那首歌變成了動畫 很明顯是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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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其實真的是歌手 那首歌 當然 這個又 另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說 剛剛所說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是存在的 但是 只能說 有空你會拿口味 因為沒有辦法 你很難說要一個歌手 老實說 水柱 其實都出到十年 其實一下子要轉 另一種風格 也是一個 挺高難度的事 而且我也覺得 其實吃著這條水柱 又不是說不行的 就是唱多十年 都沒有問題的 只要他 還有再戰十年 他聲線舞 有些什麼退化的飾唱 就沒有問題的了 所以如果你說 在歌唱來說 其實我想 就是水柱 他的人氣 或者也可以說 他那個余三家之名 很大程度上 都是來自他歌唱 這個範疇上面的表現 那 所以如果你說 中肯一點說的話 可能我想水柱 他最出名的地方 是因為他作為一個聲優 但是他總可以有一個 這麼高的歌手的表現 或者應該說 他出道同期那時候 其實以 他那個歌唱的實力 是比同輩裡面高一線 其實 其實現在是高一線 我知道 我說由他出道 其實他標榜了 這個形象出來 其實這個形象其實挺重要的 就是這個形象 我覺得 但是 這個就是說 要慢慢去培養 令觀眾有這個形象 因為其實 我也是說 一句我看蕭良 其實我看到真的慢慢來 這件事 就是看到他的努力 那 最後我們可以來一個情報 還有 聽說 聽聞 這個是未確定消息 就是這個水雪藝內 將會和英靖孝雲結婚 這樣 這件事 就在2switch看回來 大家就 聽聽 信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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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基本上 其實我覺得有定確的 因為 一般來說 如果你說聲優子的拍拖 的話 大家就說一下算 不會對登報紙那麼嚴重 對不對 當然 我們不知道 這個 我們期待一下 也可以 祝福一下 所以 主要 今天我們講水樹 就差不多 下次是不是 就是 田村 還是我們咨聲一下觀眾 再咨聲觀眾意見 不如說英靜 別人結婚 說英靜 對 男生優 做你 真沒問題 沒問題 不要緊 咨聲公眾意見 什麼時候講花雜 什麼時候都起多村 真的危險 日後 日後 總有機會 這件事 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